話說,秦二世胡亥,將李斯的刑罰定成腰斬。 李斯行刑的日子到了,當時是秦二世三年十月,也就是公元前二零八年的十月。 監營官禮,他問李斯說,乘上,臨走還有什麼為言? 李斯自知死期已到,他嘆口氣說, 唉,事已至此,伏伏賀言。 乘上,雖知道人死如登滅,登滅光芒就沒有,到其時想講都沒有用。 乘上治國三十幾年,今日快要死,就真的沒有什麼話留給國家和皇上嗎? 可悲啊,無道的昏君,怎麼能為他出謀劃策呢? 從前,夏傑殺死關龍鳳,雙袖殺死王子彼幹。 吳王府差殺死五子衰,這三個大臣,難道他們不忠嗎? 但是,都免不了一死,他們雖然盡忠而死,只是可惜效忠的對象錯了。 現在,我的智慧不及這三個人,而二世的暴虐無道,是超過了傑、奏和夫差,我因盡忠而死,也是應該啊。 況且,二世自過簡直是亂例,無奈前殺死自己的兄弟,以致立為皇帝,由殺害忠亮,重用低賤的人, 受見惡房公,對天下百姓,橫征捕簾,並不是我不勸奸,而是他不聽我說話。 凡是古代姓名的帝王,飲食都有一定的節制,車馬器物有一定的數量,宮殿都有一定的限度, 頒布命令和辦事程,增加費用,而不理於百姓的一律都會禁止,所以,才能夠長治久安。 現在,二世對自己的兄弟,施以違反常情常理的殘暴手段,不考慮會有什麼災禍,迫害殺戮終臣,也不考慮會有什麼災殃, 更大力修建宮殿,加重對天下百姓的稅收,不論色錢財,這三件措施實行之後,天下百姓都不服從。 你看看現在,造反的人已經佔了天下人的一半了,但二世心中還未覺悟,居然任用趙高為輔助。 我一定會看到杜賊攻入咸陽,使朝廷變為微鹿遊戲的地方啊。 李斯的這段遺言既是異議的忠言,亦都是清醒的語言。 監刑官命人記下,然後一行車站,護送李斯去到刑場了。 李斯走下馬車,幾個月來,今天是他第一次見到太陽,同行不由得一陣急劇那麼收縮, 只是覺得一陣頭暈眼花,撐點撲下。 李斯的家人和親頌,一早就已經在刑場等著他,包括他的父族啦,母族啦,妻族在內, 成千人,跪到黑媽媽一片。 鴨陽城裏面亦都是萬人空巷,將刑場圍到隨時不通。 圍觀的百姓,壓抑住,沉默住。 他們是來告別李斯,同時告別的是一個即將逝去的偉大時代啊。 李斯幾乎不夠膽跟家人對望,他沒有辦法看著那些悲傷和阿怨的眼睛。 這個時候,兒子李占跪著地走上來,向李斯行禮,李斯問他說, 為什麼不見理由呢?李占說,是不知道。 李斯一家自從入獄以來,就和外界隔絕,不通消息,所以並不知道李由已經死了。 不過,監刑官在一邊就告訴他,你又已經在上個月死在賊兵之手了。 李斯不出聲,過了很久他才說, 唉,都好,都好,李斯一門,今日,絕了。 那在這一日,由於要殺的人實在太多,單單是現場的賊子手就有十個,為李斯主營的,自然是知力最老的賊子手。 他一世人殺人無數,一早已經心如止水。 但是一想到,即將寫他刀下的那是李斯,他還是難以按耐著興奮之情。 嘩,哈哈,世界上只有一個李斯,能夠親手處決李斯的賊子手,也只有一個。 所以今天,無疑是他職業生涯裏面最榮耀的一日,等他可以在多年之後,還能夠津津有味地向他的後代說起, 是我殺李斯的。 那個賊子手,雖然為即將殺死李斯而非常之激動, 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對李斯充滿著同情。 在他看來,李斯為帝國立了這麼大的公分, 怎麼都不應該淪落到這樣的下場。 只不過,這些都是朝廷的事,他對這些事沒有任何發言權, 他能夠做的,就是盡量將把刀磨得離些, 做事就做得盡量爽手些。 好了, 時已正午, 監刑官拖長把聲說, 時辰到, 行刑。 嗯, 真的要死了嗎? 李斯對眼, 意意不捨地看著咸陽宮的方向, 那個賊子手知道李斯在想什麼, 李斯還是不甘心, 他還在盼著, 讓胡亥能夠在最後一刻改變主意, 派人走來將他卸臉。 這種絕望的希望, 賊子手就最熟悉了, 於是他勸李斯, 成長, 不用再等了, 是時候上路了, 咸陽宮是不會再有恩典出來的。 李斯慘笑, 他又何嘗不知道啊, 所有事已經沒有得改變了, 他望實跪在身邊的李占, 勉強地笑著, 說出了他在中國歷史舞台上的最後一句台詞, 哈哈哈哈哈哈, 我, 好想, 和你重新, 拖著黃狗, 去常塞郊外, 追逐野兔, 沒有, 沒有可能啊, 講完, 再都沒有辦法控制自己的眼淚, 兩仔爺, 吐頭痛哭啊。 某種程度上來講, 死亡呢, 是一把情來的, 是用來衡量那些細去的光陰, 在生命的最後時刻, 浮現在里斯腦裡面的, 居然不是他一生之中所做出來的那些豐功偉跡, 而是年輕的時候那些簡單而純粹的快樂, 那時候, 他總是會和兩個兒子一起, 拖著家裡那隻黃狗, 出常塞東門, 在野外追逐狡兔, 那時候, 他還以為自己將會在家鄉常塞中老一生, 做一個安分守己的普通人, 如果就這樣平凡的了卻一生啊, 難道就真的比他現在所過的一生, 會更加不幸嗎? 這個問題, 李斯沒有辦法回答, 李斯最終是離開了上菜, 走上了一條流血的仕途, 達到了個人價值的巔峰, 成為了天下帝人, 秦帝國的丞相, 但是這樣又怎樣啊? 今天他的結局, 也正正應驗了杜甫的那句詩, 冠高何足論, 不得收骨勇? 如果被李斯重新選擇一次, 他會不會還是選擇在鄉下出袖呢? 這個問題, 沒有人可以回答的。 這個劊子手很艱難地把李斯父子分開, 李斯面色平靜, 不再說話了, 他從來都是一個冒實的人, 他會坦然地接受自己的失敗, OK啊, 腰斬, 就腰斬啦, 死而已嘛, 要不像其他的死刑犯那樣啊? 臨死之前, 誰都要叫他, 哈哈, 過了二十年, 又是一條好漢, 這樣, 來換取圍觀人群裏面, 那些柴狼嬌嬌一樣的喝彩叫好聲啊, 我是李斯, 我不用這樣做。 劊子手, 脫了李斯的衣服, 只見到他背脊上下, 一疊青就一疊紫, 傷痕中橫交錯, 沒有一塊好用。 劊子手見到也是心裡頭一酸啊, 唉, 李斯這麼大年紀, 真是不明白, 這些這樣的刑罰, 他怎麼捱得到過來啊? 幸好, 不用再捱了, 所有的公與罪, 一切的苦與狼, 都將會, 一刀兩斷, 跪於虛無。 李斯閉上眼, 不出聲了, 這個時候正直初冬, 但是, 今天的風, 少有這麼辣肉, 吹在李斯倉老的面上, 劊子手拍拍李斯的肩頭, 請老承上放心, 不會痛的。 講完, 他的助手, 將一盆涼水, 嘩, 撥在李斯身上, 李斯一下不為意, 整身打個冷筋。 正在這個時候, 劊子手的鬼頭大刀, 在空中, 畫出一道優美的弧線, 帶著反射的陽光, 斬入李斯的腰間, 勢頭一點都不減, 只聽見, 嚇一聲, 竟然穿越而出, 將一個完整的李斯, 斬成兩缺。 李斯的上半身, 噗, 噗, 嘩, 他都還有殘存的知覺啊, 他在地下樹, 睜大眼睛, 果然不痛啊, 只是覺得有點暖暖的, 再睜眼一看, 噢, 原來因為, 那些血是熱的, 那些血, 正在他身體裏面, 向外巴巴聲的湧出來, 而他呢, 正浸在自己的血泊之中, 隨著李斯的倒下, 迎場, 即時變為逃場, 十把刀, 此起彼落, 李氏一門, 老的老, 笑的笑, 全部在刀光之下, 鮮血橫飛, 變成一缺又一缺的屍體。 李斯最疼的孫兒, 只有五歲, 同樣被人斬了頭下來, 而他的鮮血呢, 摘到李斯的嘴唇邊。 李斯伸條出來, 舔了那些血, 是鹹, 還是甜呢? 他已經分辨不出了。 這個時候, 胡亥正在咸陽宮內, 笑騎騎地看著他身近搜羅回來的一個絕色美人。 這個美人呢, 也深暗賣弄風情之道, 出盡混身解掃, 尿到胡亥興奮到死。 趙高就在他的狼中令府中, 提前施著誠相的朝服, 還告訴他的裁諷聽, 袖呢, 還要加長半呎, 腰帶也要加闊三寸。 而在千里之外的彭城, 楚懷王正和他揮下諸杖, 蒙誓相揚, 誰能先攻破咸陽, 誰能先攻破咸陽, 誰能先攻破咸陽。 李斯, 感覺到自己的血慢慢涼, 而他的意識, 也和他的親人一樣, 逐漸離他而去。 在三天之後, 趙高代替李斯, 晉慧丞相, 總攬朝江。 十個月之後, 趙高士軍殺了二世皇帝胡亥。 十一個月之後, 紫英雞衛為秦皇, 奢列趙高。 十二個月之後, 劉邦攻入咸陽, 紫英投降, 秦國滅亡。 十四個月之後, 項羽抵達咸陽殺了紫英 肖公室逃咸陽。 六十二個月之後, 項羽該下兵敗, 智敏而死。 六十四個月之後, 劉邦清帝, 天下再次同一了。 但是, 這些東西都已經和李斯無關了。 李斯只是看著在地上滾來滾去的人頭, 他的目光慢慢緩散。 他最後嘆了一口氣, 閉上眼睛, 永遠停止了呼吸。 唉, 沒有錯呀! 他曾經締造了筆扭, 而又速扭的巡帝國。 而在他身後, 中國的歷史, 雖然是千變萬化, 但是始終都未能夠逃奪他和形正制定的格局。 但是現在, 這些都已經不再重要了。 他亦都不想再去關心, 他將會, 永遠地沉睡在幽冥的地下。 不知有看, 無論偽準。 好了,各位, 一部李斯全旗, 到今天, 就全部講完。 多謝各位一直以來的捧場, 也有勞昭大哥, 在每一集的小說最後, 和大家分享他的人生感悟。 好了,各位, 再會! 接著請收聽, 李斯傳奇的特別製作, 蕭卓明, 見招過招。 古中有古, 見招過招! 李斯的人生, 終於落下大幕, 一代名相這樣死法, 真是令天地滿炭。 他的生同死, 被後人留下無罪的話題。 他留在中國歷史舞台上, 那句最後的台詞, 吳欲與若伏仙王犬, 他出上塞東門, 逐狡兔, 豈可得虎? 更加是給了後人無限的想像空間。 在生命的最後時刻, 浮兒在李斯腦海的, 居然不是他一生所做過的那些豐功遺跡, 而是他年輕時候那些簡單而又純粹的快樂。 那時, 他總是和兩個兒子一起, 牽著一隻黃狗, 出上塞東門, 在野外追逐狡兔。 那時, 他還以為自己將會在家鄉上塞, 中老一生, 做一個安分守己的普通人。 如果就是這樣平凡地了卻一生, 難道就真的比他現在所過的一生, 要不幸好多嗎? 人之將死, 奇言也善。 李斯想起他家裡那條大黃狗的最後遺言, 就是善的一種表示。 只可惜, 這種善, 來得太遲了。 聽李斯的故事給我們的經驗是, 無論你位居何地, 無論你功勞多大, 無論你才能多高級, 你必須不能佛謙卑之心, 必須不能以勢寧忍, 必須不能心懷叵測, 必須不能飛揚不悟, 和認同飛揚不悟。 你必須將自己放在人的這個角度, 而不是無所不能的觀的角度。 必須有所敬畏而時時謹慎, 必須經常換位思考而時時有所修煉。 少一些魏崇高, 多一些真性情。 少一些自我高欲, 多一些對人的報獎。 少一些憶我之心, 多一些利他之念。 唯有如此, 方能夠心安理得, 無悔無愧, 長寶平安。 多謝浩明哥哥, 帶給我一個好聽的歷史故事, 也給了我一次難得的學習機會。 希望以後繼續合作。 多謝浩明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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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浩明哥。